欢迎两位 这结婚应该有好多年了吧 将近四十年 那比我们那三位老师的岁数都大 今天是您要来的是吧 对 是来干嘛呀 这么长时间了 但是他这个人的脾气吧 就是特别倔 倔 特别固执 一开始我们两个就是 可以这么说 他是一见钟情吧 结婚了 我说一件 他表现最倔的现象 我女儿在五六岁吧 去学龄前 有一次我们家买的就是那个豌豆 炒豌豆 这时候我女儿在外上玩 他就去把我女儿就叫回来了 他呢这时候呢就犯倔了 炒完了那个豌豆炒鸡蛋 就可以吃饭了吧 孩子都回来了 结果呢他呢又给我提出要求 猪肉炒豌豆 他就坚持 还要坚持 结果我没办法我就炒吧 我这一说炒 我女儿就跑出去了 我这个豌豆还没炒好呢 我就听我女儿就是 自行裂废地哭 出什么事了 我就赶紧往外跑 结果一看我的女儿 就是这个手啊 就是就这样 顺着这个手指头 就是低着血 他出去玩 就是那个大门 你知道吗 那铁大门 他们小孩都站在这个铁大门上 就是别的小孩 就是这么 忧吧 他把这个手就搁在这个 屁门的这个 就是小孩这么一忧 结果就把这个手指头就夹上边了 就低着血了 哎呀当时你知道 做母亲的 你知道那种感情 那种心情 能够理解 哎呀不我吓了 知道现在我们家 这个豌豆 寄了 不吃了 这四个手指头 全都夹进去了 完了 然后这个手指盖都脱解了 其中有一个这个啊 无名指 就是少了一截 干嘛非要吃豌豆炒肉啊 不愿意吃那个鸡蛋炒 因为他这个没有味道 不香啊 这闺女手 碾了 您心疼吗 咋不心疼啊 在当时的这样我也非常后悔 如果 这说实话 如果我不坚持在这个 豌豆炒肉的话吧 那个我女儿 他就不会出去玩了 反正已经在那个桌子上 端上饭碗了 还是您没看好 其实跟人豌豆 没什么关系 豌豆都委屈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配好不就没事了吗 因为我坚持这个豌豆炒肉嘛 我要不坚持豌豆炒肉的话 那个孩子不就吃上饭了吗 这事其实就困了 那要孩子吃上饭 当时孩子被豌豆给噎着了 那也怪谁呢 对吧 多少年的事咱过了就过了 对不对 他就是我女儿小的时候 他骑车子 托孩子送托儿所 这倒是行 因为近嘛 不远 孩子长大了 应该学习了 我女儿把孩子接回家了 接回他们家 就送到学习的幼儿园了 你能学到点东西了 他呢还是主张要骑车子 就是送孩子 是接孙子 外孙子是吧 就我女儿的孩子 我叫外孙 完了然后我女儿一听 跟他爸说了 说爸 我告诉你 以后你要是再骑车子 接我的儿子 你就下岗 对他那种人 就得 你看看 所以我就说吧 他就不听我的 我就是烦恼 隔背亲马 没什么呀 您就等于幸福家庭 跟我们说一说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吧 就在我的一生当中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说每个人 都愿意就是说 住大房子 是不是 厂粮吧 是吧 收拾起来挺累的 我累我愿意啊 是吧 最起码我住一个 宽宽厂厂的房子 再说了 你姑娘结婚了 也有小爱孙了 是不是啊 你等他们回来的时候 现在是 是不跟咱们在一起住 但是他有回来的时候 是吧 所以我就跟他说 其实以前吧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 他把是 就是有三次分房子的机会 但是他都让了 但是最近嘛 就是快退休之前 有一次 还是有一次机会 分房子 结果呢 他还是让着去了 就这一点 我对他就是 我心里就是特别不痛快 因为我们家现在住房吧 64平方 可想而知 你说吧 64平方 可能我们老两口 可能还是够住的 对 平均一人32个平方 不小啊 但是呢 你说孩子回来 是否没地方住 确实他说的是 这个情况是有 就是我是铁路之工 我们在职的时候 就是按照我的功力也好 什么也好 有三次分房子机会 当时我为什么没要呢 我不管怎么的 我还是有住的 所以说我就 把这个机会 就让给 这我听得明白 完了之后呢 这个退休之前呢 正好是 说心的话是个徒弟 完了之后 我就把这个机会吧 就让给他了 结婚没有房子 是不是啊 真好 我还有房子住 不是吗 听明白了 是不是 您后悔吗 我不后悔 这个事情我不后悔 但是我老伴 老生气了 你看人家 毛毛毛 那三十一厅 你看那个 孙子小外孙 在屋里骑车都行 你看咱们家 这个屁股大地方 这一转 没地方了 这个也当行 咱也知道 理解 不理解 你还跟我说 就是说的 这个咱就不说 那你说 退休了两人 就是在一起 快快乐乐的 他愿游泳 行 我陪他去游泳 我那时候不会 他就教我 教我 那我也就学会了 他对我就是特别苛刻 他一次游泳 你知道游多少吗 一万米 我这个年龄 可以这么说吧 一千可以了吧 是不是 但是他呢 要求我有两千 为了陪他 完了 然后有一次 我去游泳去 我就是把鞋脱了 我这么一转身 我要下水石子 我这么一转身 叭唧就摔那了 完了就把我这个胳膊 就摔舌了 现在就是还有这个 两个大钢钉 那就是大钢钉 从那以后 我就不游泳了 我没法游泳了 完了 然后我就跳舞吧 跳舞吧 这个胳膊得恢复嘛 是吧 恢复健康 他就不支持我 怎么也是不支持我 就不支持您跳舞 就是生气 为啥不支持人跳舞呢 这个实际他要是 就是很平常跳舞吧 也可以 他呢 在那个舞蹈队呢 还认个纸 这个舞蹈队队长 他呢 还挺认真负责 还特别热心 比如说 这个两点到四点嘛 他飞到八点回来 所以这样吧 就家里的一些事情 没人干 没人干 尤其我吧 说实话 有点懒 这也是过去的 那个什么 那个老的传统习惯嘛 工作兴致造成的 我都得说 喜欢的机会 行了 我先给你鼓掌 曹千舞啊 是这样吗 时间来一点啊 好看不 好看 好看 哎呀 看的眼睛都没了 你知道吗 好看啊 好看好看 不是挺支持的吗 多好啊 那个我不是说 反对他跳舞 而是反对他 在跳舞中 我刚才不说了吗 第一是不守时 他全心全意地 可以这么说 把家都舍了 全心全意地 把家舍了 去跳舞 往来再来 我说了 当了一个大领导之后 他一人全包了 他就是在踏风扇机 就是做这些 那个服装的时候 不但影响我 还影响邻居 是那老式的还是 人家拿那个头部 哐哐哐哐哐 就是楼下 影响 就是对我们偏旁 再不就是 用那个菜头 挑那个男球馆 我这么问你一句 这结婚也算 39年了到几年啊 正好39年 想过离婚吗 我没想过 谁说他呢 其实我这人吧 你就回答 我想过 没想过 说实话 想过 孩子嘛 为了孩子嘛 要是没那孩子 就早离了是吧 对 为了孩子 就是一个完整年 那也离不了 那也离不了 我肯定不离 为啥 为啥 不管哪里 是我相踪他的嘛 他刚才不讲了吗 一见钟 哎呀 你别说了 我告诉你 因为啥主持人 为啥就是说 我想离 他也就是说 有那么大的信心 把握离不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 结婚证 没了 哦 你给烧了是吧 不是 那个搬迁的时候 不知道他弄哪去了 听明白 但是我可没有 其实早就来了 你那个没关系 你结婚证丢失没关系 这个 反正要真想离 补办一张 也能理了是吧 说明还是不想离 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再幸福的夫妻吧 都有想离婚的时候 再甜美的爱人吧 都有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所以剩下来的事 就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哎呀 董老师 还有话可说吗 我当然有话可说 我非常羡慕啊 哦 两个字 羡慕 对啊 就是如果我们到了二位 这样的年纪啊 能够有你们现在这样的状态 就已经非常感恩了 我是想跟大姐说 哎呦 身在福中不知福 您刚才说的那些事呢 就叫事嘛 那都是引子 今天来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说服我们大哥 让您去跳广场舞 对 对吧 说得太对了 前面那都是 找到共同的兴趣爱好 其实很难的 我们说给婚姻打分 就是打到七十分的婚姻 它里面都有痛苦的成分 就是任何一段婚姻 一定是伴随着痛苦的 因为生活当中 就是这些旋律嘛 酸甜苦辣 但是我们能够正视这些痛苦 正视这些琐碎的事情 然后一边抱怨着 一边享受着 多幸福啊 你们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也希望你们 能够把这种幸福 传递给更多的人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让身边的那个人感受到 好吗 看到对方的付出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涂老师 人无管人 谁身上都有问题 在跟着对方缺点过日子的时候 支撑着婚姻延续几十年的 恰恰是对方身上的优点 所以总迷也认不掉 其实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件大事 能不在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 想着自己徒弟的师父 真的很神 说明您的丈夫 有一颗很善良的心 但哪个老头没毛病 吃醋也好 懒惰也罢 甚至是刚愎自用 顽部不划 这都有 但之所以这些年来 你支撑了下来 恰恰是 他身上 有很多光辉的礼服 今天来 你也就是 只是抱怨抱怨而已 但事实上 秀的是满满的幸福和恩满 四十年的时间 冬去春来 万物生长 阳光普照 三代同堂 这是最大的幸福 什么也别说了 祝福你们 好 谢谢图老师 所以在你们的故事里 我就找到了一点 羡慕你们 到这个岁数有爱好 没别的了 我们就是观赏 学习 崇拜 那个下面那个环节 年轻人他们都做得特别好 虽然他们吵得很厉害 我想看看你们这个老前辈 一见钟情的老前辈 能不能在这个环节浪漫一下 我们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两 大哥先来 实际上 是我先看上他的 所以说 我这个人是说话算数的 所以我爱他被商量 但是呢 我身上有许多缺点 他看不惯 甚至我们经常吵着 说真的 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没办法 我就无语了 我就不吱声了 但是呢 我发起脾气来了 确实是 就是酒头牛也拿不回来 那个通过这个 参加这个节目吧 和几位嘉宾 对我们这个现象 给予建议吧 我认识到了自己 就应该什么 就是说他不改我改 我 我就是这样 行 没让您说少话 还真是挺遗憾的 行了 回去吧 谢谢了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答这个代表 来来来 请回去 来请关门 永远别轻视女人的直觉 千万别在信任上面 刷小聪明 男人最愚蠢的 就是自以为是 觉得女人智商低 好红好骗 包容妥协 事实上女人并不傻 也不是有超强的忍耐力 只是喜欢自欺欺人而已 女人要的是陪伴 但更需要的是安全感 为了想和兄弟聚一聚 而对女人撒谎 这本身就是舍本逐墨的 愚蠢想法 妻子和兄弟之间的 二选其一 并不是女人逼男人 做的选择 而是男人自己 营造出来的 兄弟不能陪你天长地久 只有爱人 才能够陪伴终生 来请开门 谢谢你老伴 是 谢谢 我跟你说当老爷子都这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这两双手拉在一起的时候 演电影一样的很多场面就出来了 有幸福的有不快的 总得要是快乐的是吧 祝你们身体健康 谢谢大哥和大家 谢谢你 谢谢秦辉